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分享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感谢 主啊 谢谢主又给我们机会 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一同 从圣经当中来领受主教我们所学习的 父啊 我们向你求恩 愿主来借着今天的学习分享 使我们众人能够再一次被你提醒 再一次能够被你引导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带领之下 能够走正确的道路 父啊 我们向你求恩 愿主来看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愿主来施恩带领每一位在你面前听你话语的 使我们安静心在你的面前 出去一切我们里面一切的忧虑 一切的烦扰 一切的重担 使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 父神 我们向你求恩 愿主来与我们众人同在 我们向你交托 向你仰望 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明求的 阿们 好 问候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以色帖记第七章第八章 这两章的经文的内容 那因为由于经文太长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叙述一下 这两章经文主要是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讲一个叫做哈曼的这样的一个犹大人的仇敌 他在这个国家他身居高位 所以他身居高位 他就想了一些计谋 我们说想了一些计划 怎样能够杀光这些犹大人 就是除灭神的百姓 那所以他设立了恶纪以后呢 那就被以色帖知道了 以色帖是王后 是王的这个夫人 他知道了以后呢 他就凭着从神而来的智慧 把哈曼的这个恶纪就给破坏了 所以哈曼在设计谋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王很爱他 王很爱他呢 什么事情就随他给他怎样怎样 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王也不多问 所以王在这件事情上是毫不知情的 所以当哈曼设定这样的计划 要杀掉杀光犹大人的时候 包括王后以色帖其实也在里面 但是王毫不知情 所以哈曼的计谋被以色帖破坏以后 哈曼就很惧怕王的愤怒 因为他是想要设计 连王后都杀掉的 但是王很爱这个以色帖王后 所以他很怕王的愤怒 结果呢 他就恳切的贴近王后以色帖 去恳求他 哎呀你救救我呀 救救我呀 我不想死呀 什么呀 所以当他这样急切的去寻求拯救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人在急的这个情景当中 就容易生乱 急中生乱 所以他忘记了他所这个贴近的人 这个是谁了 这个是王的女人 我们说王后 王后你不可以跟王后这样接近的 所以当他这样靠近王后求救命的时候 那刚好王看到 马上王的愤怒就出来 说这个来人 把这个哈曼这个无耻的人 这个不懂规矩的人 脸蒙起来 为什么要脸蒙起来呢 就是当时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被判死刑了 就是要杀他了 这个脸就必须得蒙起来 所以王就说 把这个人的脸蒙起来 把哈曼的脸蒙起来 把他挂在 这个哈曼本来准备挂这个犹大人当中 很出名的一个叫做莫迪改的人的 结果现在王说 把这个哈曼挂在他自己所准备的这个木架上 那因此呢 哈曼就死掉了 所以最后啊 这两章的结果给我们看到 就是哈曼的恶谋啊 被取消了 他的恶计被破坏了 那因此呢 犹大人可以继续的存活 那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透过这两章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哈曼到底是死在谁的手里的 那所以我们要清楚 哈曼不是死在以色列人手里的 他不是死在人的手里的 他也不是死在这个犹大人 也不是死在莫迪改 也不是死在这个王 也不是死在以色帖 那他是死在谁的手里呢 他是死在上帝的手里的 死在神的手里 所以他是死在他自己的骄傲狂妄里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的势力 为了自己的势力 他因为有他自己的势力 他就骄傲狂妄 那这个人他就是 我们说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所以如果一个人 不是为了自己的势力 乃是为了神国的梦想 那就算这个人狂妄 我们说也不算什么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圣经当中保罗说过 我就算是狂妄 又怎么样呢 我就算狂妄 也不算什么 因为我不是为了自己得着什么 所以我狂妄 我是为了神国的梦想 所以就算是冒一些风险 受到别人的批判或者评论 那又怎么样呢 这是保罗的原话 在圣经当中的原话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巴不得 我巴不得每一个现在听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的家族能够因为你们蒙福 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扩散出去的时候 遍地就会满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盼望看见这样的日子快些来到 那虽然仇敌要害我们 但因为他们的狂妄和骄傲 就算他们的计谋再好 就算他们再怎么样 有智慧聪明 他们再说狠话 他们挖怎样的坑 到最后都是他们自己掉下去 所以自己立了一个架子 自己被挂在上面 清楚吗 弟兄姐妹们 所以仇敌是一定不会得胜的 在上帝面前仇敌一定不会得胜的 为什么 因为神 神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凭着我们自己的骄傲 去设计谋害神的百姓 设计谋害弟兄姐妹 不要彼此去攻击 不要彼此去设恶谋 因为我们要清楚 你的骄傲和狂妄 你设下的计谋恶计 最后你自己会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思想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在过去的生活 到现在的生活当中 你是否有过 你要设计谋 设一些什么方法 要害你的弟兄或者姐妹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 所以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喜欢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 上帝都会怎么样 帮助我们 但如果我们是骄傲的 反对上帝的 那我们最后就会吃 我们自己的恶骨 所以我们怎么样撒种 凭着我们的骄傲 凭着我们的血气撒种 我们就吃我们的结果 那当我们凭圣灵的感动 去撒种去做事的时候 我们就收圣灵的果子 我们就有永生 那弟兄姐妹们 今天这就是我们分享的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回应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又借着你经文当中的话语 使我们能够学习到 父啊帮助我们每一个 跟随你的儿女 使我们的心能够干净 使我们的心思能够单纯 使我们单单跟随你的时候 就做主喜欢的事情 除去 主要帮助我们 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 从肉体来的 从世俗来的那些不好的 诡计 除去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面的诡诈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能够是单纯的 干净的 主要我们向你求恩 愿主来施恩 与我们众人同在 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凭着圣灵 做陶主喜欢的事情 我们向你求恩 愿主来施恩代理 与我们众人同在 我们将祷告祈求 是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 阿明 愿神赐福大家 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